是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 发现了这个因为做留学嘛 到意大利来留学 80后的还有90后的 就是95年之前的 在国内都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 或者自主创业 觉得反正因为疫情的原因 也经营不下去了 想到这边换一种活法 包括到这边先上学 因为就得以上学的名义过来 现在 然后在这边想办法留下来 然后在这边看是 适不适合自己 工作也好 或者是自己创业 等这边如果适合自己 就留在这边了 如果再不适合自己的话 可能呢 他一开始原打算去加拿大的 他看这边从这边吧 因为这边签证也好 或者怎么样 要比国内大陆要容易很多很多 我觉得他分析的挺清楚 他毕竟是自己创业过在国内 然后85年那个呢 我就特别意外 就是 嫁我 嫁我微信 我也不知道怎么加的我 当然了 我可能就是 在这个抖研上 和小红书上 加了之后就告我 已经交学费了 然后我说你国内 你是自己DIY申请的 还是找留学机构 他说我自己来就行了 人真强 人真自己 看来那边一直 我就觉得就是个迷 我都不认识这个学生 在等你offer的 那我们这边等上课 22号 23号 23号正式上班 然后那边再给他赶紧下发offer 后期的这个 我也想到他到了意大利 我想跟他多了解一下 他到底85年他怎么想的 我感觉就跟迷一样 然后你看啊 我昨天我在小空书上也好 凡是写的那种又红又专的那些 那些 那些学 也算是学生 一看因为他写的学校嘛 全是什么高等职业基础学 都是那种大专的 我就发现越学历低的 他越又专又红 包括现在这个司马南那个事啊 就支持他的啊 我跟他去聊一下 跟那些学生聊一下 说你们要不要重新申请本科 对不对 别上大专了 多难 你也没有出路啊 对不对 人家不显 人家脑子就想 我在国内最踏实 越这种粉红也好 粉蛆粉刺也好 他们这种学历 他不想提高自己学历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这些才是流量吧 应该是收割他们 我觉得 接着